已经进入三月份了 但是这个冬天 玉山至今都还没有降雪 打破了玉山侧站 80年来最晚降雪的记录 气象局也分析原因 这个冬天玉山温度高于平均值2.9度 加上水气不足 可能就是没有降雪的主因 不过到今年5月前 玉山还是有机会降雪 另外呢在空瓶的部分 今天上午环保局监测到 云林麦辽空气品质指标 亮起了红色灯号 根据云林县环保局初步调查发现 上午一宿民众露天燃烧物品 造成了大片烟雾弥漫 目前也持续地调查 后续会是情况再决定 要不要开阀 阳光洒落山头壮阔美景一览无遗 台湾第一高峰玉山 这个冬天至今尚未降雪 气象局进一步指出 玉山在冬季12月到2月 至今仍未降出雪 这个冬天以来只降下冰线 创下最晚降出雪记录 过去的记录上最晚的出雪 是发生在2018年的冬季 它是直至到2019年的 1月29号才出现玉山的 那个冬季的第一次的降雪 气象局分析 这个冬天玉山温度高于 历年平均值约2.9度 一月均温更创下历史新高 加上水气不足 是未降雪的主因 在过去冬天一直到目前为止 现在这两个条件 它配合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想上雪民众别灰心 预报员表示到今年5月前 玉山仍有机会降雪 但要留意最近天气变化大 周日晚间东北季风增强 恐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 预估最冷时间点 落在下周一晚间到下周二清晨 下周一白天 北部高温恐会骤降约10度 不只出门在外要保暖 也得注意空气品质 照片中天空灰某某一片 能见度受影响 环保局监测到8号上午 云林卖辽空气品质指标 达152亮起红色灯号 警告对所有族群不健康 看看地图红色警戒区落在云林 就连中央气象局长证明点也直呼 怎么那么集中都不会低调一点 那在中南部的话 尤其又是被封面 所以比较容易会造成 有些空气污染物堆积的状态 根据环公系教授庄秉杰指出 卖辽的逆轨机分析 污染来源主要是来自云林本身 以及嘉义县市及彰化 提醒当地民众尽量减少外出 记者来自高温地 曾如晨台北南投采访报道 中南部水晴吃紧 高雄市的水晴 从8号起转为黄灯 并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 清晨6点进行减压供水 根据了解 高雄每天的用水需求 大约是150万吨 风水期来自高平溪 蓝河雁川流量 每天大约有百万吨 不过近来受到汉象的影响 流量骤降 而且南化水库的蓄水率 只剩下4成5 因此供水调度要更加谨慎 净化污水提供民众直载浇灌 让水资源永续 毕竟受降雨量少的关系 现在高雄水晴转为黄灯 黄灯我们就是夜间减压 南部降雨量30年最少 高雄市水晴从8号起转为黄灯 并于晚间10点到隔日清晨6点 进行减压供水 水公司也设立凤山等5处服务所 且开放临海工业区三处带水点 提供产业带水使用 退出创意短片 水利单位提供省水妙周 据了解高雄每天用水需求 约150万吨 风水期来自高平溪 南河雁川流量每天约有百万吨 但近来受到汗像影响 流量骤降 且南华水库的蓄水率 仅剩4成5 因此供水调度更加谨慎 减量供水 可以节约的水量大约有10万吨 中南部今年秋冬降雨 均只有平均值4成 直逼2020至2021年的百年大旱 而新竹以南的重要侧站 降雨日甚至是涉站以来最少 平均雨量达60年来最低 对于汗像影响相当严峻 至于中南部 何时有机会缓解汗像 恐怕得等到今年5、6月 梅雨封面来袭较有机会 而这段期间也请民众用水节约 供体时间 接下来高雄纵报道 铺着缺水还缺蛋 全台闹蛋荒 结果供桌上的生鸡蛋也被偷了 有民众买蛋拜虎爷 因为根据民间习俗 用鸡蛋拜虎爷 除了可以求财 还可以消灾解饿 结果拜拜完 要收回贡品的时候发现 蛋怎么不见了 只留下百蛋的红色盘子 让民众超傻眼 只说真的这么缺蛋吗 用鸡蛋拜虎爷 根据民间习俗认为这样拜 才心诚则灵 只不过有人拜一拜完 要再回来收贡品时 鸡蛋不见了 只剩百蛋的红色盘子 超傻眼 直言真的有这么缺蛋吗 那因为今天不是24期节的金泽 刚好有鸡蛋 那我拜完不然我先回来家里一下好了 大概过了一个钟头 不妙我蛋整合被偷了 生鸡蛋不翼而非 当事人无奈剖文 短短一行字流露出淡淡的哀伤 有人留言说因为现在缺蛋 也有人安慰说鸡蛋是被虎爷吃掉了 更有人怒回怎么连神明东西也敢偷 原来虎爷是神明的坐骑 在四大神兽中镇守西方 而西方刚刚好属经也象征裁员 再加上虎爷的台语谐音就是ho ya 许多销售人员更相信拜虎爷 可以增加业绩 求财 特别灵验 这个蛋就是帮你解饿 因为虎爷公他不忌讳什么 什么都可以拜 只要不是牛肉就好了 全台闹蛋花 连拜拜用的蛋也会被偷走 始料未及 记者上面的杨豪 新北市采访报道 疫情解封后 办理护照人潮持续增加 外交部统计光是在台北市 一天就有大约一万件的护照送件 为了加速民众办理 外交部也宣布将加开第二场所 请网路预约的民众 直接到第二收件场所 经济部标减局的大礼堂 递件申请 至于现场申办护照 以及领取护照的民众 还是可以到领务局 位于中央联合办公大楼的原地点办理 满满都是人 一早外交部领事事务局 集满要申办护照的人潮 等待人数超过800人 有民众早上7点多就来抽号码 排等了4小时还没等到 为了舒缓排队人潮 外交部领事局再洽临近的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出借场地 从3月13号起将增设第二收件场所 到时候网路预约的柜台 将全数移到标检局这个场地 而领务局现有柜台将全数改为 受理现场申办 目前确实每天都维持在一个高峰 以上个星期三来讲 我们最后的一个收件完成是 等于是星期四的凌晨 12点40分左右 就派民众多加利用网路预约系统 但实际打开页面 发现整个三月份名额都额满 最快得等到4月初 网路预约都额满啊 他要开柜台不如网路预约的 人数多一点 我估计还要再排四个小时 虽然等到有点无奈 但是日前外交部分享 有同仁加班到晚上十点多时 还收到民众的小纸条 写着谢谢您的服务热忱 这么晚了辛苦了 也让他们觉得相当暖心 期盼大家能互相体谅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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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